饭吃完了 该沟通的人际关系 也已经沟通无碍了 笑话也听过了 所以六根该收回来了 人要收放自如 才表示修道有成 如果我们只能静不能动 那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修道人 动静一如的时候 收发自如 这才是一个修道的最高的火候 我们在今天一个上午 都在谈第二品的剥若志 结果剥若志的显现 就在刚刚各位前前人们的 哄堂大笑就显现于外 什么意思 真有真知逐见 实际上现在因为 传播媒体的一个方便 我们会收集到 形形色色 不同的一个讯息 我用我的一个长期跟他对应的医生 高雄医学院的 他是肝脏肝胆科的一个 算是一个权威了 有一次我陪着张兄去给他看病的时候 他很喜欢跟人家型号家常 永远不在乎外面病人 有多少的时间在等候 他会跟你一直在聊 聊聊的过程里面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的姐姐 也就是他的姐姐 然后常常从网路上 摘一些讯息给他 告诉他要治疗这个疾病 要吃什么 治疗那个疾病 要吃什么 他的姐姐似乎忘记了 他的弟弟是一个正牌的医生 他就告诉后学 网路上的消息 你不能尽兴啊 十之有八九都是谣传 那后学听他讲 我也是笑笑 因为基本上我不上网的人 到后来大概在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我看电视上所谓的医学的一个节目 在日本也有 一个礼拜播一次 台湾也有 这些都是请各大医院 各科的权威 在那边跟我们分析 他就刚好提到一个话题 把网路上所有谣传 有关健康的一些的食品 他全部列出来 十个里面都是假的 站不住假的 那我们很喜欢这个船那个船 哎呀吃这个比较好 吃那个比较好 结果他说一点都不好 只是吃了以后也无伤嘛 因为都是食物的 可是如果我们抱着治病的那种想法 想借由某一种特殊的植物 就要养生的时候 各位前贤 如果一种植物放出四海 适合于每一个人的身体 上天就不要一年四季 有不同的植物了 他就不需要热带寒带 有不同的植物 不需要了 所以你要明白 有的时候不是一个东西 它不对 体质不合适 所以有病 看看医生 比较正确 然后看看医生 照医生的开的药方 最重要的问题 还是改善自己的什么 那一块心田 把我们内在的东西 打扫干净的 它不适合各种 疾病的种子 在里面生根发芽 我们就可以长保身体的健康 这是跟各位前贤分享 那在上一趟课 我们跟各位前贤提到 人人皆有波容妙智慧 只是常常往外去放 被外界的一切假象给诱惑 以至于本有的宝藏 完完全全不能显现于外 释迦牟尼佛在经典 是这样子形容这个欲见的众生 他说 有一个乞丐到外面 沿门去乞讨 但是这个乞丐不知道 就在他身上穿的这件破衣服 里面有一颗魔泥宝珠 身带着万贯的家财 去往外面去给别人要饭 他是比喻我们每一个人 内在里含养了这么一个 光明的一个灵性 我们不懂得往里面去挖掘 去开发 只是往外面的盲目去追求 结果方法又错了 不但是事半功倍 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是徒劳往返 白费心机啊 所以我们今天聆听的道理 放在生活里面去应用 他绝对透过我们改变气质 进而改变我们这一生的命运 这一生的命运改变呢 未来就一定会更好 可是一般的小盛的人 或者外道的人 他不相信吉星是活的 这种般若妙礼 他执意要往外去找 执意往外去找 能劝我们就劝 劝不来 劝不来就期待 他早日能够回头试案了 所以真正在学到的人的时候 能够破相就不会被外面的 大小事情给束缚住了 所以我们长求解脱 觉得自己里面有无尽的烦恼 其实回过头来一想 我们本来就悠悠自在 手脚没有人捆住我们 我们本来可以干净污染 是谁把那么多的烦恼无名 往心里面去堆积 别人送你一个礼物 你不收 他要不要原封带回去 不带回去 就丢到落色桶资源回收了 你为什么要把它收下来呢 收下来就变成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事 你如果拒绝收呢 拒绝收 烦恼交给别人了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该截取 什么时候我们该拒绝 这也是学到要用的功夫 于身心有益的 我们多多欲善 于身心无益的 我们就要什么 眼明手快 赶快把它往外面去推送 谁要给谁 但是不要留在自己家里面 去脏污我们的心性 所以佛陀的这些的道理 他比我们一般的凡夫提早觉悟 才成为所谓的 实法界最高的一个修正者 是三界的天人师 佛陀将他悟的道理 诉诸在经典里面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会能讲 一切修多罗集诸文字 也就是修多罗叫做经典 这么多的经典 记载了无量的一个文字 大大小小的 分为大圣啊小圣啊阿含啊这些的 各部经典都因为人而有 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的一个什么 庙方来对治众生 无穷尽的烦恼 这些经典就是一个医药的宝典 我们如果能够熟读这些经典 随意取用就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的 疑难杂症啊 那这些经典因智慧性方能建立 经典为什么分大小圣 有的用故事 有的用辟语 原因在于听经的人 根性不一样 悟性不同 所以佛既然是为了帮助众生 疗愈心里的疾病 他就必须因人而异 这个叫做因智慧性方能建立 所以若没有世间 这么多零零种种的烦恼 何须劳佛 从念函清净之地 来到人世间 留下如此之多的经典 如果没有众生 佛不需要所谓的封城仆仆 如果没有众生 没有生病的人 佛不要留下这么多的经典 这么多的医药宝典 所以一切的万法因人而有 这个叫做本自人心 一切经书因人而说有 都是为了对应世间众生 所以佛讲经说法 不为佛说 都是为众生 如果这个人里面 听经文法的人 有余有志 假如啦 小人 小人叫做愚者 这个小人不是骂人的话 就是你智慧不开的 被外在的东西给迷住的人 这个叫做小人 那能够不住相的叫做大人 然后有一天 然后有一天这个小人 这个愚人就问你这个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就开始为他破语解 或讲经说法 愚人如果当时能够心开意解 请问你 那个妙智慧就现前 他就翻身一变变成了智人 这边有提到的愚根智 在这个慧能大师谈经里面 第二分谈到了很多次的愚根智 在大波涅谈经 他在讲 何谓智何谓愚 第一个 不造诸恶的人 或者犯了错以后 能够自我反省 自我忏悔 自我修正的人 这个叫做智者 那愚者呢 相对的就是 喜欢犯过的人 为什么爱犯过 因为有我 有我罪及生嘛 然后犯了错以后 死不认罪 小人闲居为不善 见君子而后 隐然 那个就叫做 负藏己罪 这个负藏己罪很糟糕的 佛在经里面讲 一个人如果喜欢 去掩盖自己所犯的过 你要去渡这个生死苦海 就如同你头顶虚明山 请问你 你要过海的时候 是不是希望自己身心如燕 一耀而过 你带着那么多的行囊 你要怎么走 何况你要背着一座虚明山 意思是说绝无可能 在半途你就被那个山给压着 沉在生死苦海里面 所以我们各地的佛堂 在年底都有一个年颤 那是为了防止我一贯道的道青 在每一天有院颤文的时候 把它留于形式了 并没有进入一个深度的检讨 所以才有一个年颤 方便我们在总结的时候 把这一年的罪过错 经过仔细的反复思维 你把它比诸于书 上达上天 告诉上天已经做了明确的表白了 那以后我不敢再犯了 可是任何事情对我们而言 他只要常常碰到 你就会变成惯性 我们过去常听人讲 哎呀我们怎么都没有做那个 六万多年的大忏悔 对不对 好可惜哦 然后大家 我记得前人曾经提过 好久好久以前 好像是主持这个大忏悔的人 好像没有多久 就开始要摇持天作 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喜欢要举办 六万年大忏悔 你认为要经过那样特殊的仪式 就能够抵清自己六万年的过错 你看你着不着像 那如果我给你每一天念念忏悔文 要你天天可以进行六万年的大忏 你为什么就不当一回事呢 对不对 三餐都念 念得好快 念完了啥也没事 念给谁 念给朱天仙佛听的 千万不要佛堂颠倒错乱 那如果错过了每一天的念忏悔 还有年底的一个大清算 你为什么不能帮他 把他当作六万年的大忏悔 如此慎重的去面对 就因为表文上面写的是念忏 少了两个字叫做六万 常打麻将的人听到六万 就眼睛一亮了 小女子过去曾经摸过麻将 但是没有人要跟我玩 因为我不太会 我就不按牌理出牌 我也从来没赢过钱 但是很多人被我扰得也不能理钱 因为听说会的人会算 问题是我这个不会的人有没有 只要看到东南西北 我都不要 因为上面没有字 他们就会乱了 这个是跟经典扯不上关系的 你看我们有没有住相 如果你认为年忏就是六万年的大忏悔 他未成不可 老母会阻止你抱持着这种心态 去显忏文吗 所以我们可以每一天可以每一年都针对过去累劫所犯的错 做一个洗刷的如果我们不住相 因为你现在犯的错就是六万多年相续性所产生的结果 他没有离开过去的 所以我们连缘的道青 因为典禅师在国外还没有机会黏颤 黏颤回来就好好慎重 就把他当作六万年的大洗手 一次把他避权益 权势于一亿 一次把他了结掉 有这样慎重态度 再回过头来 你就会更为细心呵护我们的身口意 所以不要去负藏己罪 你负藏己罪会让自己坐立难安 负藏己罪会让那个罪恶的种子 在看不见阴暗的地方默默的扩展他的视力范围 那才是最可怕的癌细胞 癌细胞不过夺走色身肉体而已 死而不毁到心 你还是天上的仙客 那如果道心出了问题呢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不悟 佛就是众生 本众生本具如来佛性 如果不开悟就落在众生的境界 一念悟实众生是佛 所以万法尽在自心 是善是恶天堂地狱 都是这一心变现于外的 所以为什么不回过头来 从自己心中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 往里面看自己 昨天后学有期还是今天早上 我是真的已经没有过去心了 那是因为 因为记忆力已经衰退了 不是羞的塞心不起 或许有提到 我们常觉外面的环境很吵杂 你静下心来思维 你会发觉你的内在更为的纷乱 如果我们有去念那个三宝心法的五字真言 这一个法宝的时候 你会发觉 即便我要在短等的五分钟里面 迟念五字真言不让它中断 它不容易 只是因为它不能念出来 你不知道自己中断 你回去试试看 五分钟连续 那个五字真言不要断 你都很难做到 中间有很多的妄念会进来 会打断它 五分钟做不到 功夫就不能成片 所以真正乱的是里面不是外面 你心里面够清净 你看外面的什么都很美好 下雨会带来空气清新的感觉 出太阳会让我们感觉到 哎呀可以到外面打开心胸 四处浏览一番 任何一个空间的一个变化 都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视野 因为我们的心打开了 所以在菩萨戒经讲 戒本源自信清净 你们有的版本用的是用我 但是后学去查过了 他应该是用戒了 他比较合乎整个原文 持戒的目的在于什么 在于复明我们的清净本性 所以后面有一段经文会说 心平何须持戒吗 对不对 心不平 清净心就不在吗 为了要维持清净心 所以才会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非礼物听啊 我们如果时时刻刻 持身戒 持心戒 于是 世自心 见自信 集成佛道 在静明经 就是唯摩绝经里面说了 一念如果回光 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豁然就是 忽然打开的意思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所以凡夫地的修行 持戒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夫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戒律 他佛陀当初制定的时候 不是一气呵成 而是在僧团里面 弟子有触犯到戒律的地方 违背了佛陀 违背了佛陀才逐次的制定 所以绿藏的书 他很少集结在一本 他是善介在各部经典里面 读经也就等同于独立了 读经是为了负名本性 所以违背良心本性的事情不做 他不就等同于戒经吗 那如果我们平常对经典的摄受不足 我们想去看绿藏 在佛门里面确确实实是有绿藏 后学曾经看过初家众的集结 这么后一本 后学还没有忘掉当时在读这本绿的时候 内心的那一种惶惑就是惶恐 你会冷汗直流 原来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不符合佛陀出家中的标准 于是回过头来 看优佛赛戒经 这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在家修行人 你我所说的 看完一遍以后 冷汗继续流 因为连在家的资格都不具备 所以不读这些经典 不知道自己在深口域触犯了哪些维系的东西 那些维系的东西看似维系 它都违背了我们的菩提大愿 愿大如果立小呢 那叫做背信 信统四端啊 人无信则不立 那富明本性就遥遥无期 道本无形无相 但是透过一个明道的人 他行诸于外的一切的作为 他却有相可见 那个可见的相就叫做律 德用行诸于外叫做律啊 如果一个真的有道的人 毕竟是有德的人 所以道德二字合在一起 一个有道德的人从自信来发号施令 出来的视听言动 一定循规道绝 所以如果我们在行住坐卧里面 没有了那一份威仪 他就没有德律 所以四威仪不可缺啊 修道人修道后面 在中规中矩 请不要蹲 呆板化成二字 他是活泼中 不失端庄 活泼中 不失威严 让人家不肯亵渎我们 但是我们也不会给人家那种 不可侵犯的威严 庄严跟威严不一样 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讲 戒的重要性 菩提道的初根本地 明知为戒 你要修大圣菩萨道 以最初入手的功夫叫做戒 他也叫做倒地 倒我们从凡夫地 往成佛的路去迈进 他也叫做佛基 你想成佛 就必须按着戒律去走 因为他是诸佛如来 过去在阴地修行 一步一脚印所留下来的足迹 他也叫做一切功德根本 我们的信中万善美德 是否能够尽早发扬于外 就看眼前对自我的一个要求 国语举做了多少 所以有智慧的人应当受持不悔 那最有两种 一个叫遮戒 一个叫信戒 信戒就是跟我们的信德有关 遮戒它会有开源的地方 如同大家知道的五大戒 九色 而不是 杀到盈望 这四个叫做信戒 如果触犯了 就信重罪 那九戒叫做遮戒 对不对 这是我们比加知道的 粗方面的一个细说 可是我今天要举两个例子 给各位前嫌 你们去细思一下 什么叫做大罪 什么叫做小罪 可能听完这两个故事 会让你有三百六十度的大翻转 你才会相信一句话 理不明 道难休 因为我在估算 到了这一堂课的时候 应该是落在下午 为了不让你们睡觉 我只好去铺陈这一段文章 故事给你们听 那跟经文也一定要有关系 所以后学每一堂下课 为什么会上来 看一看抛碰的 看我掌控的内容进度 有没有如自己所想 他这个信重跟遮重 在经书里记载了两个故事 你们仔细思维 一个叫做央觉摩罗 央觉摩罗是波斯尼王宰相的儿子 波斯尼王就是在论言经里面出现 跟释迦牟尼佛对答的那个国王 宰相的儿子位置也很尊的 可是他信奉什么 信奉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在印度 其实就是学道的人 但是隆隆总总都叫做学道的人 学什么道就很难说 综合当初来讲96种外道 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外道 结果他拜的这个婆罗门 他们的老师教他 他如果你出去杀了1000个人 你把这1000个人 剁一个他的手指下来 串成一个项链 挂在你的身上 那么你就能够尽速升天 佛罗门教人都说自己是什么 大犯天嘴巴生出来的天人 所以只要杀足了1000个人 把指头挂在你的身上 立刻可以回天见犯天神 我们现在我看出你们露出了 不可思议的眼神 哎呀智慧开了 为什么已经知道这个道理是不能听的 对不对 结果这个央爵摩罗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道徒 就叫他们老师所教的去做 他欲人就宰杀 在以前的贵族杀人是不需要负责任的 到现在印度都还有这种可怕的恶习的存在 你可以透过新闻媒体去发掘 释迦牟尼佛降生在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却呈现这样一个可悲的面貌 他沿途一直斩 斩到最后998个 且两个人就可以嫁喝西龟了 结果就想到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妈妈可以杀 回去把妈妈杀了就999了 对不对 但离这个成神的位置又靠近 释迦牟尼佛在另外一个地方摇摇见之 央爵摩罗即将做出弥天的大恶 他很悲悯这个人有心学道 本来是要了苦的 但是跟错了老师 他不是住套房 他是下地狱 可是他学道的心 让佛陀是觉得很可敏的 他又知道这个人累结有善根 只是怀才不欲 投错门下了 所以佛陀就开始视线 立刻到了什么 到了央爵摩罗 央爵摩罗正准备回家杀他的妈妈 佛陀半路把他拦截到 他遥遥一看到释迦牟尼佛向他迎面而来 他心中大喜 又来了一个凑逐一千块 是不是 我杀了我妈 又杀了这个佛陀 暴行啊 这种错误的观念 他立刻提见要去追杀释迦牟尼佛 可是不论他怎么追 他跟释迦牟尼佛的距离 始终不成拉近 他追得快 佛陀走得快 他追得慢 佛陀走得慢 为什么追得慢 因为力不从心 欠了 结果就在他一路的追赶佛陀的时候 佛陀看到十几因缘到了 就停下来 回过来面对他 就跟他开示 你怎么会去听从那样的人讲这样的升天的道理 你把养育你 生育你的母亲给杀了 你还想升天吗 于是佛陀就针对 央觉摩洛罗 累积的根性之所在 在破他的淫 在听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以后 这个人开悟了 正阿罗汉了 各位前写 那你说那前面九百九十八个人不是够倒霉吗 不用替他们难过 为什么 他成了阿罗汉以后 他还要再回过头来 还了九百九十八条命 但是再还的时候 他心里面没有哀怨 他还会自动去找 为什么 因为夜市自己造果药自己受 可是他还的时候心态坦然 他不会再承受果报的当下 又再造新药 这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当下能证果 犯的错要不要还 要还 可是你在还的时候 因为了然于胸 是心什么 心平气和去做 心甘情愿去还 而我们一般人不心甘不情愿 我为什么他拍名 嫁到这个阿 我哪他拍名 赶到这个母 对不 还他拍名 赶到这个家 他吹到这个头 过他不行 所有人间不幸都集结在我们的一生 我们不知道夜报现前应该要坦然受之 凡所有事必有前因 你在怨当中又咒了未来世的恶因 又要长寿另外一次雪上加霜的一个恶果 所以欠了债不是不要还 那这样子大家都欠债就没事了吗 在讲那个阿难问世佛奇兄经 不是请那个安氏先生做例子吗 人家主动上来还 人家有人要杀六祖 六祖后面不是讲吗 我在那边等着 告诉那个贼人 我欠你的金 不欠你的命啊 所以这个人正阿罗汉 这么大的重罪 也可以正阿罗汉 所以英雄不论出生低啊 弥天的过 敌不过一个悔制啊 那不是比你写年颤要来得更为简单吗 那颤掉了没有 颤了 那一罗波龙是什么 在家世如来住世的时候 有一个出家众 依着家世如来修行 有一天在回僧团的路中 看到有一根小草 这个小草叫做一罗草 于是出家众信手把它摘下来 带回到僧团去 回到僧团以后 碰到了家世如来 他就问如来 他说我摘了这一棵草 我们出家众把这一根草摘下来 请问你会犯什么罪呢 于是家世如来就为他开示 他出家众莫名其所以然的 去伤害到 不论是有情无情的众生 他都要犯大戒的 当时的时候这一个出家众 他嗤之以鼻 表面上没有任何的反应 心里面在想 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话 他有这个怀疑 就因为这一条罪 百年之后时间到了 他修行就堕到了 龙道去 畜生道 去承受果报 承受果报的时候 佛陀为他预言 家世如来为他预言 在将来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人间有一个大圣者出现的时候 你这个畜生道的恶龙生 才能够什么 脱离掉 那因为他是 一根小草而破戒 所以他的龙生 叫做伊罗波龙 伊罗波龙 伊罗波龙 伊波罗龙 不对 伊罗波龙 伊罗波龙 哎呀你们不要管他啦 反正两个字 一定有一个打错的啦 是不是 下一次 我再告诉你 这个剧情是怎样的 剧情就是 哪一个是对的 应该是伊罗波龙 为什么 小草叫做伊罗 那如果我们把 前面所讲的 杀了998个人 跟后面这么一个出家众 摘了一根小草 要你判断何者为亲 何者为众 百分之两百的人 一口同声说 摘一个小草算什么 对不对 那各位前前 现在也会想 哇摘一根小草 就要犯这么大的罪 那是你被下给困住了 重点在于 他怀疑佛陀说的话 性为道元功德母啊 小的地方你怀疑了 大的地方你就不相信了 他是因为怀疑佛陀说的话 他要去测试 所以这样才遭罪的 不是真正因为那一根小草 如果他摘下来以后 佛陀跟他讲 此事不可为 他有一个悔过的意思 他也不至于逗到处到去 问题就在于 他问了加摄如来 加摄如来给他答案以后 他痴之以鼻啊 听你自己说了 是吗 我们小的时候 对父母不也是这样子吗 爸爸妈妈在那边开试 嗯 但是 我梦胜我心里的想法 绝对不能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 爸爸会迅速的更久 我小的时候都是爸爸在教导 16岁进入高中 念高一了 爸爸就不教了 就把教女儿的责任 交给谁 交给妈妈 所以我念高中的时候 有一天睡觉 睡了一半起来 睡午觉啊 我妈妈坐在床边 就开始跟我讲 说我父亲交代他 从今天开始 你女儿是大人的 所以教女的责任 就落在母亲的身上 女儿教不好 就是你的责任 我们以前的外神内神 是这样分的 16岁以后 父亲就不进女儿的房间了 很尊重女儿的隐私权 我们以前可有颜面呢 你们讲隐私权 我们以前就有了 可是那是来自 长者对我们的尊重 母亲就开始出面了 那以前小的时候 他我的都是我爸 所以我很难去想出 他的好啊 老爹原谅我 实际上 一定是他们夫妻 一个鼻孔出气的啦 我爹我娘就是他们夫妻啦 是不是 养好两个唱双簧 然后一起来修理 我这个手无伏击的小女子 因为这部戏 我现在也在演啦 是不是 很感恩有父母的一个教导 我们今天在学到的过程 对外面一些规矩 不会有排斥的感觉 觉得他比我过去 做女儿要轻松多了 以前扣子不扣 你就戳了一旦 给他看见一巴掌就下来 这个扣子 所以我到现在都会扣第一个 被打习惯了 父亲一直在讲 家有家归 不可以出饭 嫁出的女儿 泼出的水 所以如果你惹得婆家不欢喜 你跟婆家有争吵 我就告诉你一清二白 不要期望娘家会出面 她真的不出面 我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 曾经闹过离婚 我一口气咽不下去啊 我爸爸不出面 不理他 结果我变不出花招来 忍辱到现在 总算有代价 因为他送我儿子 赶去公司了 所以我就可以尽情地替他 消冤解冤 可是我要提醒你们 我跟他感情太好 因为太好 不这样戏虐他两句 来生情缘的缠绕 很麻烦的 我很怕再结夫妻缘 结道缘可以 夫妻缘不要 缘是情缘 情缘不死 我道行就出不来 生死关脱不了 所以你看看 什么叫大戒 什么叫小戒 什么叫轻罪 什么叫重罪 你不明白的时候 你无从分辨 明白以后你才知道 佛是如愚者 实愚者 不忘愚者 圣人讲的话 照单全收 不要怀疑 就像我们今天 进入到一贯的修行 我们有很多过去前辈子 传给我们的一些修行的模式 你都不要当作是戏虐之词 你今天研究了这么多的经典 你把它回归起来 跟我们过去前辈子教导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不要以佛所说 不信佛语 因为小地方可以一窥端一样 小地方都有怀疑 大的地方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就一定会排挙了 所以在四分律 四分律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小果人 小圣人所立的 所谓的戒律 他就讲 所造恶虽为 甚莫未为亲 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意思 如比一楼叶 常在于龙中 就像那个一楼波龙一样 过去生子 是为摘了一片叶子 他怀疑佛陀的一个教法 最后死后 都到畜生到里面受苦 从家世如来 一直到释迦牟民国 应运多可怜 他后来出离的没有出离 经过了无数的岁月 他跟当地的仙人 他们在聊天 因为他不能离开那边 不能离开那个沼泽 结果他问仙人 现在人间的岁月 是什么样的情景 仙人跟大家讲 已经有一位圣人将士 他眼睛为之发亮 我离苦得肉的时间到了 就像当年文昌帝君 犯了那个弥天的过以后 困在沼泽里面当龙 他也是一直遇到 释迦牟民佛 成道以后 他从云端经过 他才得以解脱 所以相信佛说的话 所以善知识 这是惠能大师讲 他过去在五祖红忍和尚的地方 一听到红忍大师 所讲的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当下就开悟 顿见真如本性 所以才将五祖红忍所讲的 将此教法流行 流行就是流传 不断地往外去流步 让所有有心学到的人 能够顿悟无体 顿悟菩提就是了解 本有的大智慧不从外得 各自关心自见本性 反反复复一直在谈 各自关心各见本性 若不自悟 虚拟大善知识 要找到那个大善知识 他能够解最上圣法者 解最上圣法者 就是唯一佛圣 所以那唯有佛啊 才能够担得起这个责任 由他们来执事证物 我们现在依我们道场 我们讲就是我们的天命名师啊 所以善知识有大因缘 所谓化导令得见性 诸佛如来 过去现在未来 他们都担负着一个使命 那就是要来人世间 普度一切众生 都能够找出自己的真如面貌 所以一切善法 都因为这个善知识 在普度众生的时候 他所讲的道理而流传下来 所以因善知识能够发起 所以三世诸佛十二不经 在人性中本自俱有 佛在心中莫远求啊 不能自悟 需要求善知识指示方见 指示的就明白了吗 只是以后如果不休 就不能够登堂入室 一窥堂傲 堂傲就是 你不登堂入室 你怎知道门里面 他的装潢设备是怎样呢 我们不往里面去靠近 你怎么知道 何谓自转法轮呢 所以若如果有人一直坚固执着 需为他善知识妄得解脱 善知识给我们来一个住院 指示我们 可是如果你如果认为 依着善知识就可以得到解脱 他就不可能 因为师父是引记门 修行还要看个人啊 所以如果不休 自己心里面知识自悟 如果不休 如果修心里面知识自悟 如果不休呢 妄念颠倒 纵然外面有那些善知识来开导我们 我们也不介意去依法奉行 所以救也救不来 这也解释了 你看我们一贯道地址 在国内国外各地的佛堂 求道的人数之多啊 依照过去我看的记录 台湾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求过一贯道 可是我们今天走大大小小的佛堂 你看来看去都是那些人 原因它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度的人没有送佛送上天 没有受后的服务 没有成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些求道里面 求道的人数里面 有一些并不是原胎佛子 到末法时期 四贵五盘同来降世 那五盘是什么 山腰水怪 鬼灵精怪 还有处道里面 讨债的众生 那个都不在上天教导 要接雨的对象 所以他纵然有缘 他无份进来 可是我们面对这么多求道的人 流失在外 你就不能用这个理由 去做一个推托啊 是不是 那外面都是山腰水怪 只有我们才是原胎佛子 你不是又住一个像吗 你要把每一个曾经求道的人 都认为是我们要接雨的对象 所以你要回过头来 把他们找出来 去细细的成全 一个人找两个人就不得了了 他如果成倍数 几何极数的增加 不用多久 全球就可以手远手心连心 围成一个大圆圈 可是人人都不肯发心去找 他就永远就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 人间有这么多的众生 需要引渡 这么多的人在你 要跨这个世间为净土 他谈何容易啊 所以每一个人掠尽缅薄之力 老祖师来到人间的时间 就可以提前的实现了 所以这个时节秋天呢 秋天重在成全 应该要去成全别人 那已经来佛堂人 要如何兼顾道心 他就是我们同修道班 彼此之间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我们要相辅相成 所以若起正真剥弱观照 只要能够动用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落在三宝心法 就是第一宝 或许讲过好几次了 释迦牟尼佛 在谈论回光的观字的时候 用了一整本的经典在结束 教我们要怎么样去起观 怎么样往里面照 始觉照本觉 用你在经书三部里里面 学学得的智慧 往里面照见我的本性 看我的本性上面 还有多少的无名覆盖于其上 照出来就把它抹掉了 就在不断的回光的时候 本有的妙智慧就流入于外 所以在回光当中一刹挪间 妄念消失 若是自信 一物极致佛定 若是自信 就是你能够见到你的本性 见到父母 未生我之前的本来面目 要来咯 自信无相 怎么见 心见 用一颗清净心 就能见 不要用你的眼睛见 见到后面 望穿秋水 看不见 用心 当我们专注的时候 心无杂念 它就浮于清净 自信就现前 所以这都是要在日常生活断念 所以离开生活 根本就没有道可以修啊 离开这一个色身 也没有道可以讲啊 当我们六根 在每一天醒来 在一切静里面 有山心 有动念 都叫做望 离开的那个静 在那个静里面 不去住下 那个就叫做真 所有的内外境 我们清清楚楚 但是不在镜像上 去留恋 你就不生爱政 没有爱政 就达到一个绝对 绝对就是解脱 有一句话 道不与万物为吕 什么意思 超然独立于万物之外 吕就是半的意思啦 我们训练自己的那个心性 不要让任何一个东西 在里面落地生根 渐渐的功夫成片了 火候到了 就能够现出那一片 朗朗的清静心啊 所以善知事啊 常用智慧观照 内外明测 视自本心 若是本心 即本解脱 不要再翻译了 一模一样的意思 所以若得解脱 即是波罗三昧 因为智慧开启 而有了三昧 三昧叫做镇定 要镇定 才会有正确的享受 那个享受 就是伴随着 我们心不被外境迁移的时候 它里面的那一种 常清常境 就是我们的享受 这个叫做波罗三昧 所以定功啊 并不是用行重 外向上来去断的 行住坐卧 一执心 不起邪思妄念 你都在定中 所以波罗三昧 即是无念 无念不是没有念 而是没有邪念 没有邪念 就是正念 所以后面讲啊 见一切法 心没有染着 没有住相 叫做无念 能够无念的时候 自信所起的用 骗一切处 但是 不会被一切处 给什么 给牵挂 给污染 因为不住相 所以淡尽本心 把心扫洒干净 六事出六门 六事是指六根 六根出境 出去一定会有六事 因为前五根 一定伴随着第六事 一起起作用啊 出六门 于六尘中 无染无掌 六门六根 六事就是出去以后 所产生的分别 跟曾事当中 相遇了 那个事不起分别 所以来去自由 通用不治 这个叫波罗三昧 自在解脱 明无念行 还是在强调 不住相 所以若百物不思 当令念觉 我不去想 我不去做 我不要让任何人来干扰我 让我的念头不起来 这个叫做法福 被空给扶住了 这个叫做边界 边界就是落于一端 落于一端 都叫做恶界 都叫做边界 他不是正确 你看我们在中庸啊 不是有讲一句话吗 执起两端 而用其中啊 兼顾两方 任何事情落在一端 它就是一个主观意识的 一个作用 所以佛在经典讲 这五种剑 皆是邪剑 把邪剑扫尽了 妙智慧才能生法 所以算之是 物无念法 万法尽通 一通一切通 一真一切真 只要在赌境的时候 不被境所服啊 物无念法 就到佛的一个境界 所以物无念法者 就是可以具备 成佛的资格 和善知识 后代得无法者 我们就是得慧能大师的法 能够将此顿教的法门 在同见同行 这四个字 跟你有相同的看法 跟你有相同的修持的人 他愿意受持 然后把这些道理 就当作学佛 侍奉佛义般的尊重 尊重 依礼去做 终生而不退者 他坚持到底 贯彻始终 定入圣位 他成佛无疑啊 那这个就是第三宝所带来的启示啊 当我们首报和同 记得自己是修道人的身份 有没有要把修道人该有的道心道念 一直报到最后的那一刻 我们都不把他忘怀 所以如需传授 传授从上来莫传吩咐 注意莫传 以心应心 没有语言文字 就像五祖红人 三金夹沙之围 传罚给什么 六祖惠能 请问你 他说什么了 他傻也没说 你不要说 哎呀他讲金刚经 金刚经 谁都可以讲 不用夹沙之围 对不对 在讲金刚经之前 他做了什么 莫传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林山法会上所讲 教外别传 福利文字 不得逆其正法 你在传授的过程里面 不可以把这个正法 正法就是波罗大圣的修行的方法 你不可以把它隐匿起来 藏私 但是如果不同见不同行呢 想法不一样 你就不要硬要灌给别人听嘛 因为在别法中 如果你硬要传 你会损比前人 究竟无意 人家不想听 你一定要勉强人家听 每情名叫 哎呀我度众心切 我苦口婆心 我不舍众生 但是别人 巴不得请你忘了我 请你舍了我 当别人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死 抓着对方不放呢 我那个道青 大概两三个月前问了后学 周老师找你聊聊吧 我说好 我们就聊聊吧 他就讲 我心里有一件事 我说您恐怕不是一件事吧 他说没有啦 很多事但是这件事最挂暗 因为他很想带他的孙子求道 但是他的媳妇不允许 所以他心里面很挂爱 我要死之前 孙子如果不求道 有没有 这怎么办呢 他就问后学 该怎么办 各位前贤 如果被你问到了 你该怎么办 你不能讲凉拌啊 太无情了吧 是不是 哪有这样子给人家答案 我就问他一句 请问您的儿子看法如何 管不了媳妇 可以说说儿子吧 哎呀 我儿子跟我媳妇一样 我说那不就得了吗 你的儿子是你的责任 对不对 你连他你都说不了 你的孙子是你儿子的责任 你操哪门子的心啊 是不是 你连儿子都动不了 你还要去动孙子 你不是有那么一点太隔代了吗 眼前的坐不到 跑到海的那一边去钓鱼 我说可是我就是挂爱了 我说挂爱什么 挂爱六道轮回吗 我说你天天这样挂爱 你跟他一起轮回 那该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你修嘛 你自己修一个德 德不是可以转化一切 有形的东西吗 潜移默化 即便这一生你动不了他们两个人 你留着一丝青山寒 来世见面好烧香啊 结一个善缘 你逼他什么 你逼他都对你怒目相斥 我说退而求赐 你心清静了 你修自己 你陪德 有一天驾惑西归 从天上一看 哎呀 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人间有难 你就立刻从天上下来救他嘛 眼前看你就已经快要岌岌可危了 自己要往哪儿飘都搞不清楚 就一直在想那个隔代的事情 所以在座有一些有第三代的人 你把责任离清楚 你离不清楚 你的烦恼就很多 然后不断的烦恼 还是不能解决 之后他就跟我讲 想一想有道理 我说再想会更有道理 再过了半个月跟后学碰面 我想通了啦 我修我自己 我说对 你修你自己 我们不是讲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 积德就可以流芳 你一直在忧心 对不对 你面就不干净 不干净 自己就很难得到好的一个结果 那你的挂碍就会成为泡影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你给成全过来 即便是同一个家里面的人 你要体会出一句话 龙生九子 各个不同啊 没有学佛不代表他恶耳 只是他的佛缘不具足 用一个宽容的心去等待 他对你留下良好的印象 山不转路转 来世会再相见 我在接引 为时不晚 眼前过于急切 吃快会让我看我 希望 那反而就不好了 这堂课跟各位前嫌分享到这里 感谢天然士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